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委屈求全 也算是为我大清保存了实力 所以朕既往不咎 但此今夜时 诸位心中就只能有爱心觉罗 只能有朕 皇上圣月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 你可知道今天 哀家一共召见了多少大臣们的告命夫人吗 这 孙儿不知 从上午啊 到下午 这慈宁宫啊 就不得清静了 来看望哀家的这些告命夫人呢 多大四十余人呢 有些人呢 还有些要求 都被哀家给毁绝了 皇祖母 只怕他们都只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借着探望的名义 想打探一下 孙儿如何处理 从敖拜府中发现两项密信之事吧 是啊 这些个人呢 个个都像猴经似的 明明为此事而来 但没有一个 就那么开门见山地指出来 而只是旁敲侧击地打听 所以呢 哀家呢 也就给他们装个糊涂 皇祖母要是早一点 给他们吃上一颗定心丸 也不至于 他们担心害怕一整天呢 这些人呢 他们心里想什么 皇上和哀家 心里像明镜似的 皇上 说实话 哀家以为 你最终会选择宽恕他们 但没想到 你会用这种火烧密信的方式 让他们的心病一了百了 死心塌地地对皇上臣服 这就要感谢 皇祖母平时的教诲了 皇上 你真是长大了 今后 只要你在儿女私情上 能够稳重 不乱心志 哀家就放个快心了 什么啊 康熙用一把火 把那些密信全都给烧了 真没想到 康熙是这么可怕的一个对手 傲百虽然残暴 却是有勇无谋 反倒比康熙好对付 这次 我们真的是失策了 朱哥哥 那我们对手这么强大 要不然咱们放弃算了 不行 对手越是强大 我们越不能屈服 我一定能想到办法打败他 这个天下 只能行住 不能行爱新居楼 玄义 你可无知小儿 老夫虽然是你的眼中钉 肉中刺 可老夫是大清的八体子弟 你我之间的君臣矛盾 不会动摇大清的根基 而那个李氏兄妹 他们不一样 他们来历不明 行为诡异 说不定 就是那反清联盟的余孽 玄义小儿 你果真是一个 没有出息的君王 你被那李怡欢的美色耸依惑 你被李氏兄妹二人 满能于股掌之间 我们这些霸气子弟 你打下来的江山 终将要毁在你的手上 老夫倒要看一看 你有何脸面 取见爱新 觉罗家族的列祖列宗 我在这儿呢 男友定你干嘛呢 一个人看着前面发呆 朕就是想起来 那一日坛间 敖拜所说的话 敖拜说什么了 他说啊 其实早在朕行动之前 他就已经知晓了朕的计划 有人向他谢了命 谢命 谁会跟他谢命啊 他说这个人就是你哥哥 怎么可能啊 敖拜这个人啊 这个时候还不忘挑拨地界 真讨厌 骆小弟 你不会上他的当信了吧 朕有那么笨吗 那就好 我啊 本来是敖拜精心安插的一颗棋子 他一边用大补丸威胁我 一边又假惺惺的让我救他的肝牛 软硬兼施 所以啊 他万万没有想到 到最后我会帮你一起对付他 他心里啊 肯定恨痛我了 老大 你说的这些啊 朕都明白 不过你究竟是什么来历 我 我就是李欢啊 也是你的笔墨师叔小丫头啊 你知道朕问的是什么 朕想知道的是 你和你哥哥究竟是何方人士 你们的出身 还有你的那些师父母 为什么会交给你们这么多的学识记忆 你看 您说不会上当 但是现在还是在怀疑我们 对吧 这哪有怀疑你呢 朕不过就是起了好奇心罢了 龙小弟啊 你不知道 我们这些跑江湖的呢 有跑江湖的规矩 尤其是我那些师父们 都是不愿意做官的影视 师门有师门的规矩 我不能透露 我要讲戏 但同时 我又不想骗你 这样吧 如果你相信我们兄妹 那我们就留在宫里 为你效力 但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兄妹的话 那 那我们就离开紫禁城 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可以了吧 老大 朕不过就是随口问问 你要是不愿意回答就算了 用人不疑 宜人不用 朕自然是相信你们兄妹的 这敖拜啊 本就在宫中安插了许多奸刑 岂有可能是上次给朕下毒的那个内侍 向敖拜透露了秘密 敖拜不过是想嫁瘀到你们兄妹身上罢了 你放心吧 朕一定不会中了敖拜的挑拨离间之计的 还是你大气 老大 你的手伤还没好 这段时间啊 你就好好待在永乐斋修去吧 这山西大汉 朕还要忙着处理赈灾的事业 还要清理敖拜的余党 所以 可能就没那么多时间陪你了 我知道了 今天康熙盘问你我的身世 显然是听了敖拜之言 对你我已经起了防备之心 所以你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 千万别露出破绽 你不要幼稚地认为 他真的会把你当成是老大 当成是朋友 可是龙小弟他说了 一人不用又人不宜 他是相信我们兄妹的 这话也就只有你会写 康熙八岁等级 在这风云诡决的皇宫当中 能够顺利长大 如今又不动声色地收拾了敖拜 他的城府之身 远非你我可以想象 他对你我好 就像我们对他好一样 不过是为了利用而已 小师妹 大师兄说得对啊 虽然你是冰水聪明的孩子 可是也太容易轻信别人了 你忘了康熙以前是怎么骗你的 雪姐姐 没想到他身为皇上 居然撒那么荒唐的谎 皇帝就不会撒谎了吗 皇帝是全天下最会撒谎的人 否则如何骗得所有人都臣服于他呢 龙小弟 你对我 真的也只有谎言和利用吗 所徒 臣在 义欢不肯告诉朕他的来历 你怎么看 回皇上的话 像奴才和明珠这样的大臣府中 都养着一些木料人士 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江湖上的能人一世 这些人从来对师城来历不肯明言 显得高深莫测 这可能也是他们江湖人士的一种 潜在的规矩吧 奴才也从来都很少刨根问底 只是择其长处而用之 择其短处而易之 你说得有道理 郑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全看用人之主如何驾驭 是啊 皇上 您说的是 义欢能坦人直言 也总好过 他编一些谎话来骗朕 对吧 是啊皇上 奴才以为 赵敖所说的话 用意都是挑拨离间 李氏兄妹是否有异心 那日久自可见人心 以皇上您的圣明 那是一定会察觉得到的 而且奴才 也会悄悄地在暗中 注意着他们 好 对了 傲拜所言 只能你与朕二人知晓 切不可外邪 尤其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 更不能让李氏兄妹察觉 明白吗 这 奴才明白 好热 自打我从明珠谷到京城 就一直没下过雨 这天热得太不正常了 连河花都受不了了 师叔姑娘 原来你在这儿啊 皇上啊 宣你去用膳哪 最近山西直立两省大旱 后宫已经多日不沾昏了 皇上为了潜心其语 也好久没有开昏了 让我去用膳 难道皇上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叫我悄悄过去打牙筋 师叔姑娘 这可是连皇后 都没有得到过的恩宠 看来皇上 对你还真是与众不同 谢谢李公公 那我去吃好吃的啦 快去快去 小丫头 你别得意 当初中堂大人可逼你还受重 到如今还不是在天牢中等死吗 皇上 师叔姑娘来了 皇上 奴婢给皇上请安了 这些天是不是缠坏了 过来吧 看朕给你准备什么好吃的 哇 烤鸭 哇 喇喇子都快流下来了 刚刚看你行礼的时候 还学得中规中矩的 一见到吃的 就圆形毕落了 秘食为天哪 皇上前段时间下旨 这后宫啊 除了太皇太后 还有几位老太妃以外 其他人饮食都要撤去 金银器皿 直到上天垂帘 降下甘霖 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一个个 饿得眼睛都发绿了 皇上你倒好 独占一只烤鸭 背着我们吃 这不是有好吃的 就叫你过来了吗 看看都有事 这除了烤鸭以外 你吃的跟我们都一样啊 怎么 在你心中 朕就只能是一个 口是心非 不能以身作则的昏君呢 你看你看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的 我才没有那么说呢 这山西直立等省 接连大汗 鸡民遍地 朕也有言在先 天子要与庶民一样 同甘共骨 所以 朕只有这些青州小菜了 史书姑娘 您这几日 在永乐斋养伤不知道 皇上啊 其实跟大家一样 素衣素食的 太皇太后啊 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下了一道意志 今天 给皇上加了一道菜 这不仅是 太皇太后的意志 也是太皇太后 对朕这个孙儿的 一片慈爱之心 朕不忍服了 她老人家之意 也不愿意违背 自己其余的诚心 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就特别爱吃烤鸭 所以就特意 把你叫过来 让你替朕 把这般烤鸭吃了 皇上 你都瘦了 你的注意力 终于从这烤鸭身上 转移到朕身上了 能不能别取笑人家呀 那朕瘦了 你心疼吗 嗯 心疼 皇上是龙嘛 饿坏了龙体 那还得了啊 现在没有外人在 朕更喜欢听你 叫朕龙小弟 嗯 龙小弟 不然 咱们俩把这盘烤鸭 一人一半给吃了吧 那可不行 朕是在神灵面前 发过誓的 要一直戒时昏星 直到天降甘霖 朕可不能 违背誓言 骑蛮神灵呢 你一直看着朕做什么 朕的脸上有花吗 嗯 我只是觉得 龙小弟 其实你长得也挺好看的 是吗 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就一直说朕什么 暴君啊 昏君啊 还是什么全天下女人最不值得爱的男人 难得破天荒你还夸了这一次啊 朕小弟啊 其实我觉得吧 这降不降雨 跟吃不吃烤鸭 完全没有关系 我也不是特别相信神灵 可是 我跟你是结拜兄弟 那就要同甘共苦 既然你不吃烤鸭 那我也不吃 我跟你一起守信 对神灵的誓言 真不吃 当然了 这么看不起我啊 你以为我就是个贪吃的小蝉猫吗 好好好 是小弟小看了老大了 嗯 那老大就陪着小弟 一起吃这些青州小菜吧 不过 不过我得把这盘烤鸭搬远一点 要不然我看着心里太痒痒了 龙小弟啊 你说现在山西干旱是最严重的 咱们在这儿 结一缩食的也没用用吧 所以啊 朕已经命了山西巡抚刘德昭 建驿馆安顿灾民 开关仓赈灾 朝廷呢 也剥了一些赈灾银两 还令地方官 每隔十里大一口申请 帮灾民抗旱 嗯 记得我十二岁那年 家乡闹汗 也是到了秋天颗粒无首 我呢 就跟着乡亲们去挖野菜吃 那种挨饿的滋味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太难受了 你说的那次灾情啊 朕也记得 但这次的灾情 比那次更为严重 所以 朕除了做一些应对的 赈灾措施以外 还每天晚上 亲手抄佛经 祈求天降甘霖 抄写佛经 皇上 我现在手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今天晚上 我陪你一起抄佛经吧 好 吃吧 嗯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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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小弟 龙小弟你怎么了 来人啊 来人 皇上怎么了 这手怎么了 皇上 您可要保重龙体呀 士叔姑娘 您快劝劝皇上吧 皇上他说 天下大汉 这都是他的过错 他要责罚自己 您看他抄的这些佛经 那都用的不是墨 都是用自己的龙血呀 多罪 快 快点 李公公 李太医 皇上这脉象不对呀 虽说皇上日理万机 劳累过度 近段时间 饮食又过于清淡 那也不至于如此虚弱呀 皇上以血代末 抄血浮经 都抄了那么大卷了 身体自然而然 就衰落下去了 原来是这样 皇上 千万要保重龙体 微臣 先给皇上开几符 补气养血的方子 皇上自己 也得多注意 要多尽饮食 多休息 这时候谁劝都没用 除非老天爷降雨了 好了 朕没事了 这件事情 一定要守口如瓶 千万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 皇上 我收回之前的话 您是一个好皇帝 李太医 你赶紧去给皇上煎药吧 微臣告退 老大 你的立场怎么不坚定呢 不过就是赐了个结 写个经 你就说我是好皇帝了 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皇帝啊 是这个世界上 最深奥的一门学问 哪儿那么简单 虽然不懂事 有什么 为君之道 但是我知道 你正在努力地 当一个好皇帝 这就够了 有心无力 那也不算是好皇帝 好了 朕得接着努力 写血经了 也行啦 你呀 好生在这歇着吧 我们势不结白兄弟 有富同乡有难同当 你不行了 我上 虽然 我的血没有你的龙血 那么珍贵吧 但是我的心 跟你一样虔诚 好 只要心一样成 你的血 和朕的血 一样珍贵 咱们俩联手 书写血经 一定会感动赏苍的 嗯 终于写完了 大功稿章 大功稿章 龙小弟 你看 我用血抄的 全都抄完了 你要怎么奖励我 朕把自己赏给你 好不好 你看你又在乱说话了 我们现在是在其余 神灵看到这样 该觉得你不成心了 那就看看你抄的佛经吧 老大呀老大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日在第一九楼 你不敢往墙上提字了 论到这个书法呀 你还是得多跟朕这个小弟学一学 当然啦 你是皇上 你字写不好多丢人啊 我不一样啊 我的字又没有人收藏 又不用去卖钱 写不好没关系 而且神灵也不会这么挑剔的 我还ру动 下雨啦 走 快啊 玉幻 上岂一定是听到朕的新声了 一定是咱们的迅速做镜 一定是这些干动的上岂 真要谢谢你 这么大的雨 百姓名有救了 我打架的死里有救了 龙小弟 好开心啊 我开心�开心 只要是 好 飞 了吗 对吗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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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变得 这么小孩子气啊 你不是说过要当好皇帝吗 好皇帝怎么能 想有父之父呢 朕现在不想 当什么好皇帝了 只想当一个 好色的婚君 皇上 皇上 李幻 你 皇上 奴婢我冒犯龙威了 请皇上恕罪 你呀 也真是的 怎么样 得了风寒了吧 谁叫你昨个 那么得意忘形的 我怎么得意忘形了 你以为康熙 真的是真龙天子 你抱着他 还能遮风挡雨 趋寒趋暖 昨天那是误会嘛 好不容易下雨了 当时龙小弟特别兴奋 所以他一抱我 我怎么忍心推开他 你知道 我看到你跟康熙 在雨中紧紧地抱在一起 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了 竹哥哥 你生气了 可是不是你说的吗 让我接近康熙 顺便打台消息啊 我哪敢生你的气啊 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小师妹 自古帝王最无情 还是大师兄对你最痴心啊 你可千万不能被 康熙的虚情假意做迷惑呀 我没有被他迷惑呀 我知道 我只是把他当成我的兄弟 当成朋友 再说了 康熙对我也很尊重 很容让的 桓妹 你对男女情势还是很懵懂 所以当局者迷 但是我跟清晨看得很明白 如果你再继续留在康熙的身边 但是心里不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话 一定会发生变故的 小师妹 你可千万不能对康熙动心啊 不然 不仅是对不起大师兄 对不起师父们 更会让你自己万劫不复啊 徐姐姐 怎么连你也这样说啊 我都快被你们冤枉死 好了好了 不要再儿女情长了 既然大家已经决定 继续留在宫中 继续打探 那咱们每个人 都必须以大举为重 我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了 皇上驾到 皇上吉祥 皇上吉祥 微臣参见皇上 多起来吧 谢了 谢了皇上 李太医也在 哦 利贵人 前些日子被敖拜的刺客所伤 虽然伤势已经复原了 但是伤了元气 还需要好好调养 文心啊 你侍奉朕尽心尽力 又遭敖暗算 差点没了性命 朕 从现在起 封你为利品 也算是朕 对你的一点补偿 臣妾 谢皇上恩典 爱妃快起来吧 文心啊 你温柔端庄 举止得体 你父亲呢 又是朕倚重的老臣 这个品位 你完全当得起 明天 朕就着人把你的东西 全都搬到永和宫正殿 从今往后 你就是永和宫的正主了 谢皇上恩典 文心 文心 身体好些了吗 已经好多了 谢谢皇上关心 那 今天晚上 就由你来试寝吧 臣妾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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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我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 现在总算明白了 哇 好好看的衣服啊 给我的吗 不是给你的 拿过来 听话 嗯 这件衣服啊 是给你雪姐姐的 雪姐姐 一年前 她不是跟六师傅出谷 去山西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吗 对啊 她执行的任务啊 就是要打扮得美美的啊 所以这个是给她做的 执行什么任务 可以打扮得美美的呀 我也想执行这样的任务 你呀 什么都学不好 十八班武艺 样样不到家 哪像你雪姐姐啊 又刻苦又听话 派她出去啊 我们放心 再说了 你跟那舒小姐 长得也不像啊 舒小姐 嗯 什么舒小姐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这是机密就不要问了啊 嗯 知道了 这么多银子啊 四师傅 怪不得他们都说 你是咱们明珠谷的财神爷呢 一回来盖这么多银子 哎呀 我哪里是财神爷啊 我只不过是个管账的 这些钱呢 是咱们联盟的成员 辛辛苦苦挣来的 可是四师傅 咱们既然不缺钱 为什么还要省吃俭用啊 你个小鬼头啊 你瞧瞧你朱哥哥 啊 他还是太子呢 平日里 不也是照样带头省吃俭用吗 嗯 对啊 我知道他很节俭 可这些钱够我们花了 他为什么还要那么节俭啊 哎 咱们要光复大明 光靠谷里这几个人远远不够 我们还要招兵买马 那是一大笔巨款 钱要用到刀刃上 平日里的开销啊 自然要能省则省 哇 四师傅 这金镯子好好看啊 是给我的吗 别别别别别 你给我给我给我 啊 听话啊 我跟你说啊 本来你是我们未来的太子妃 这谷里的好东西啊 要优先你和太子用 但是呢你学姐姐啊 要出外执行特殊的任务 这些东西啊 都是特意买给他的 我就知道 这好任务从来不会派给我 就是你们偏心的 你受得了你武师傅 在你脸上动刀吗 把你现在这个样子 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除了各项武艺 还要练习琴棋书画 歌舞弹唱 你受得了吗 什么意思啊 在学姐姐脸上动刀子 把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明天等你学姐姐回来 你自然就明白了 乔师妹 你喜欢这个金镯子是不是 嗯 我答应你 等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一定送你一个 比它还要漂亮的给你 算了吧 金镯子太贵了 咱们一个月才办掉钱 哪儿买得起啊 你放心吧 我既然答应你了 就一定说到做到 哎 看一下嘛 好好看看看看 大师傅 我回来了 我 雪姐姐 你怎么跟去年走的时候 不太一样了 小师妹 我在外 执行了一年的秘密任务 就是要努力让自己 变成另外一个人 好 我当时还嫉妒雪姐姐呢 我还觉得 雪姐姐每天可以 穿那么多好看的衣服 戴那么多好看的首饰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可没有想到 她原来这么不容易 何止是她 我们每个人 又有谁容易了 桓妹 你那三次侍寝 也是这样 被抬到康熙寝宫的吧 哎呀 那事都过去了 也什么都没发生 你就别再提了 看到康熙照卿城侍寝 你的心里 是不是不是滋味 那当然了 不过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吃醋 就是觉得 雪姐姐心里的人 明明是你 但是现在缺啊 你别说了 在这紫禁城的日子 对我来说 是一次最大的考验 我不仅要忍辱负重 跪拜我的仇人和对手 更要眼睁睁地看着她 去亵渎你和庆城 总有一天 我要把她那双 抱过你的手砍下来 让她以奴才的身份 跪在我面前 等一下 Fourth 雷 utch 雷 大 柳师傅 你怎么来了 柳师傅放心 今夜太医院 就我一个人职守 那就好 那得赶紧随我一起去永和宫 清澄今夜事情 她得到了很重要的情报 我把职业的工人们都没挡 药效只能维持半个时辰 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 今夜我去陪康熙下棋 才下了半盘 索额图突然有其事求见 康熙就让我避到寝殿 她独自在外殿见了索额图 索额图最近 一直在负责熬外的案子 深夜警空见康熙 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发现 可他们君臣二人 在外殿商议的声音特别小 我运气全身内力 凝神细听 才隐约听个大概 原来 敖拜这些年 一直在暗中经营情报网络 他在吴三桂等外信藩王 以及反清联盟当中 都埋伏了奸细 其中就包括咱们明祝国 我早该想到的 蜻蜓这些全国也不是吃素的 我们在向他们内部渗透的同时 他们也会在我们内部 埋下棋子 义父赶回明祝谷 清查内奸去了 可是明祝谷上下 住着八百多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前名遗老 要想查出内奸是谁 恐非短时间内可为 还有 敖拜为了保命 说什么也不肯把这个 情报网络交出来 反而在今夜 提出了谈判条件 要求康熙赦免 他以前犯下的罪过 放他回府 继续由他执掌 这个情报网络 并且直接由康熙负责 所额图觉得 此事事关重大 所以才会连夜进攻 向康熙禀报 康熙什么态度 康熙忍了敖拜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才险中求胜 岂肯再受携制 所以他对敖拜的嚣张 很是震怒 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随后就命太监 把我送回永和宫 但当我离开的时候 我看到康熙和索额图 一起走了 估计是去天牢见敖拜了 罪臣敖拜 叩见皇上 罪臣 此阵亲政以来 你可是第一次向朕行跪拜之礼 罪臣 以往对皇上不敬 罪臣罪该万死 这么说 您是想明白了 皇上 罪臣是三朝元老 罪臣不愿意看到大清王国 不愿意看到 把起子弟 再退回到山海关外去 敖拜 你个大胆奴才 竟敢用这么恶毒的语言 咒骂大清 难道没有你敖拜 皇上带着文武百官 要守不住大清江山吗 没错 皇上 您瞧见了吧 敖拜这奴才 还是没有丝毫的悔过之心 敖拜 朕看你 还是继续待在这天牢里 慢慢想明白了再说吧 皇上 皇上若是连罪臣这样的三朝老臣 都不肯放过的话 吴三桂 尚科习 耿京中 那些降将们他们心里能踏上吗 这江山虽然表面上性来信绝罗 其实这举国上下到底还藏着多少 天明的余孽 皇上你知道吗 知道 饭要一口一口吃 岂得一步一步想 等朕收拾了你 朕自然会把那些 威胁大清的敌人一个一个揪出来 然后清除掉 不 皇上 虽然罪臣 威胁到了大清的皇权 可罪臣 绝不是大清的敌人 正是因为罪臣不忍心 看到大清亡国 罪臣冷静下来以后 这才肯放下与皇上的私怨 愿与皇上共同去对付 大清真正的敌人 皇上 你既然已经烧了罪臣 与朝中大臣们来往的密信 足见皇上你的度量和谋略 那皇上为何就不能再大度一心 恕了罪臣呢 万一康熙和敖拜谈判成功 对咱们整个联盟是很大的损失 当务之急 是必须想办法 破坏他们的君臣谈判 抢在康熙之前 查出敖拜 埋在咱们明珠谷的内建 除掉这个祸患 眼下 唯一能办好这件事情的 只有易欢了 我看得出来 康熙很在意小师妹 今天突然把我从贵人升为贫 其实就是为了刺激小师妹 康熙把你升为贫 关易欢什么事 大师兄 你先别紧张 正是因为小师妹 对男女之事很懵懂 所以康熙才会变着方试探她 这也说明了 小师妹对康熙只是结拜之意 没有男女之情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现在事态如此危急 我也只能顾全大局了 不瞒皇上 这些年罪臣 在吴三桂和反清联盟中 安插了不少密探 这些密探 只听命于罪臣一人 若是皇上杀了罪臣 他们就会变成笼子 下子 傲拜傲拜 朕听明白 你虽然嘴硬 但是你还是小胡 这样吧 你交出你手下的情报网 朕就饶你不死 事到如今 咱们君臣 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皇上让罪臣重获自由 戴罪立功 这情报网由罪臣负责管理 否则 罪臣就把这多年来建立的情报网 一起带进坟墓 大胆奴才 死到临头了 还敢跟皇上提条件 你是在要挟皇上吗 不是要挟 是请求 罪臣请求皇上 为了大清 不要再两败俱伤 罪臣 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皇上 是不是也该拿出点诚意来的 老板 你要是真有诚意 就应该先交出大补丸的解药 这大补丸的解药 输罪臣 不能交 那李氏兄妹二人绝非善累 若是罪臣不能活着出去 亲自查清他们李氏兄妹二人的真实身份 那罪臣就算是拼上一死 也会拉着李氏兄妹二人陪葬 算是为皇上除去这一大隐患 也算是罪臣为了皇上 为了大清国 尽最后一次终吧 老板 你是不是看到自己死到临头了 想拼着一死 除掉皇上身边两个最得力的人吧 你是想为你自己报仇吧 所徒 你若是为着与我的私仇 去包庇那李氏兄妹二人 那你就是在养虎为患 你定会成为大清的罪人 老板 你不用再挑拨离间了 李氏兄妹对朕到底是忠心 还是另有企图 朕自有办法验证清楚 看来皇上 还是不肯相信罪臣 但皇上对李氏兄妹 多少有了地方之心 那罪臣 也可少少安心了 既然你不肯交出大不安的解药 那朕 也不必再与你谈判 皇上 你可知老父的情报王 从吴三桂尚科系耿京中三位藩王那里得到的 还有 从前明一世的秘密基地里得到的消息 到底有多可怕吗 微言耸听 不 皇上 绝非是微言耸听 只要皇上能够答应罪臣的条件 那罪臣马上就告诉皇上一件 有关反清联盟的举顶机密 皇上 罪臣保证 这条消息 绝对值得你放了罪臣的 皇上 如果敖拜 方才所言属实 那他一直向皇上隐瞒这些机密 那犯的是欺君之罪 可如果他说的不是实话 那犯的更是欺君之罪 所以 皇上 皇上 你再好好想请吧 为了大庆啊 皇上 朱哥哥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挑拨 敖拜跟康熙的关系 让他们君臣谈判失败 不 恰恰相反 我要你想办法劝康熙 尽快答应敖拜的要求 赦免敖拜 放他回府 我没听错吧 你我来历不明 又有敖拜从中挑拨 康熙本来就对我们 没有完全信任 这个时候 若是再挑拨他 跟敖拜的君臣关系 反而会加重他对你我的疑心 敖拜老奸俱华 他不可能真的交出情报网络 他只会 自己亲自掌控 但他一定会暗中 与手下内奸联系 只要放敖拜回了府 我们就有机会 查出那内奸是谁 那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就明白了 朱哥哥 你简直太聪明了 你呀 总算夸我一回了 不过 如果那个康熙 再对我动手动脚的 你可别再乱吃醋了 皇上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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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臭龙小弟 居然不理我 你们都下去吧 我想一个人走走 微臣参见丽贫娘娘 免礼 一欢去见康熙了 也不知道情形如何 你不必有心 虽然康熙表面上 在生一欢的气 但这也说明了 他对一欢很上心 所以小师妹 一定能搞定康熙的 师叔姑娘 注意你的仪态 在皇上面前 失一失大罪 我的两条腿 都在弹棉花了 我根本站不动 站不动就跪着 你怎么能这样 不成样子的 坐在地上呢 快起来 快呀 李德福 奴才在 去看一眼 朕的药间好了没有 喳 啊 我 龙小弟 咱俩好有缘啊 不愧是结拜的兄弟 你看 你也在吃药 我也在吃药 我受风寒了 我刚来之前 我哥哥给我准备了一大碗药 我刚喝了呢 龙小弟 我知道你生我气了 你可以生我气 但是你能不能别不理我呀 好吧 既然皇上不想看到我 觉得我在这里爱你也 那我走就是了 我走了啊